茶是鹿骨香的主要产业之一 鹿骨香农会为了栽培评茶师 每一年都会举办研习活动 这次研习也有五十几位初级评茶师来参加 研习内容将以学员们所提供的茶样一起研讨 希望透过活动进进每位学员的评茶功力 茶瓶室内五十几位学员共分为四组 每一组都是由一位学员提供茶样 试杯不同的样茶大家心以彼此试闻 透过泡开后茶叶的香气 了解制茶过程中火候的轻重及茶叶本身的瘦透度 最后再以十二间品尝了解茶水的原论与浓诞程度 农会推广部主任魏碧瑶表示 这次的研习透过干部们大家集市广益 每一组提出一种茶样 那学员们练习再由专业的指导老师讲评 相信可以让他们在评茶及制茶方面的功力 有更大的帮助 其实这次的评茶班的研习 是透过班里面的学员们干部们一起集市广益 那因为其实如果没有透过制组学习 那每一组他们分组 就是在他们平常共同研习就像我们的读书位一样一个组别一个组别的一起去共同讨论 由他们做出来的茅茶烘茶一次两次三次 那其实透过不同的条件下不同的去改善不同的去调整 那在这个班里面透过这一次的研习 大家把每一组不同的茶样提出来 在这边共同去讨论跟学习 那经过我们专业的老师们 他们在更进一步的指导 我相信在他们平茶的功力 或是制茶的功力都是有提升的 那对整个鹿骨巷的洞顶乌龙茶 它是会有加分的 那我们的用心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也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让我们就是说其实是一步一脚印慢慢走过来 那期待着我们有给大家更多的进步的空间 茶评班的班长张向华也表示 这项研习是每年例行性的活动 内容由改良场所安排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位班员更认识茅茶的发酵度与备火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这个研习的活动是我们 陆湘龙会评茶班的每年例行的班员的训练 那我们这次训练的内容就是 由我们改良场的那个林课长跟郭厂长来帮我们安排的课程 那这次内容是由我们班员 我们班员里面有分组 我们也分四组 然后每组的那个组员 各式就是提供茶样 那茶样有就是有培火 就是茅茶培火 然后就是提供茶样出来 大家一起研习 内容是这样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要 让我们每个班员都更认识 那个茶叶 它的茅茶跟的发酵度跟培火的关系 这个是我们这次办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目的 学员 沈欣宇之表示 参加研习可让班员对各茶区的茶艺有更深的认识 对于茶叶的成熟度及被火的火候也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次的研习可以增进我们班员 对于各个茶区的认识度 然后对于我们的茶叶的成熟度的认识 还有那个烘焙的成熟 烘焙的那个火候的轻重重 都有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注意这样 这项研习由茶叶改良场 洞顶工作站的厂长陈国任首主持 五十多月的学员都是入股茶区的茶笼 本身对于制茶就有基本的技术与尝试 因此在研习过程中 不仅可以了解各家茶叶的优缺点 也能增进自己本身的制茶技术 是项知识交流与技术增进的研习活动